HELLO 大家好,我是乔老師 又來到乔老師的獨門五招 在我們製作模型的技巧上面 其實畢竟也不是所有技巧都可以靠手去完成 因為有時候手的東西有一些手術上的差異 那有時候用一些電動的話的輔助會讓效率更快 首先,我們第一招 好,我們在舊化的時候 其實要搭配很多後處理的是色彩的部分 那舊化戰損如果要一起同步執行的時候 我們在前置的一些戰損的表現就非常重要 我們的工具就是使用這個 今天接下來的五大技巧 全程使用虎磚的電動磚 我們來實測看看 究竟它可不可以滿足乔老師這五個需求吧 哇,它太緊了 我應該沒開錯吧 不是,這叫什麼啊 欸 好,這樣就開了,然後我把它撕破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的配件其實非常豐富 這裡面就已經附了一個 我們黑色的這個 普磚的電動工具 那再來下面它這一次這個套組 它附了12款式的這種電動磚頭 我們在製作戰損的時候 巧老師最喜歡 就是,鼠怪這個第二個 我稱它為袍頭 它它前面其實 你仔細看它很像那個 鳳梨的形狀 它是,下面其實是很多的滾刀 然後其實用這個袍頭 去在模型零件表面去接觸 然後拋出我們預設要舊化戰損的位置 它這個包裝設計也是不錯的耶 我把它設計成兩個部分 就是它的機身本體 那它其實整個機身表面啊 是做這種霧消光的處理 所以摸起來手感還不錯 前面的夾具啊,是3V的 然後它最大口徑可以開到3.2mm 然後最小可以夾0.03吧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按的 按下去,然後去做旋轉 固定住旋轉 因為如果你沒按這個煞車的話 它會一直旋轉 那切記電源啟動以後 這個地方就不能再按下去了 一開始我們先調到差不多的大小 它又超滑的 OK,就是使用者在鎖的時候 稍微壓住 然後稍微解開啊 就是稍微的把它這樣 再用力一下就好 稍微盤住就好 不要鎖到死掉這樣 這個接頭是USB的 所以不管你用豆腐頭 直接插插座電源供應 或者是你用我們的這個行動電源 或者是有的玩家會習慣邊做模型 前面放個筆電 然後看一些影片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插筆電 也可以直接操作 為什麼我想要看影片的時候 我就想到一些 不知道看什麼 這種當然冰影用USB 誰插誰準 好,我們先拿一個demo的模型出來 一般來說像這樣的零件啊 我們通常會舊化出現的地方 大家應該有印象看到一些 路邊的工程之距 然後就會看到一些斑駁跟戰損 自然的舊化行程 舊化它原理很簡單 它就是先從銳腳人邊的地方 開始崩裂 那我們就針對一些它這種人線的地方 所謂人線就是像這種地方 凸起來的邊緣線 比較會有碰撞 你要去預設 比如說這個裝甲零件 它這邊是頂端這邊是底端 那底端可能會在地上磨到 假設這邊磨到 所以它邊緣這邊的舊化就會比較嚴重 再來就是它外圍這些 凸點、人線的地方也會比較嚴重 我們就針對這些點 然後使用這個電動刨刀 去做一些基礎的戰損的表現 我們在刨刀啟動以後啊 手一定要拿穩 然後再來我們就針對這些邊緣 我們直接先入墨 讓大家感受一下剛剛經過前面戰損的一些 這種拋過的處理 然後它戰損完的效果會是怎麼樣 我們點上一些墨線痕跡是要讓它乾燥 它其實就可以表現出不同的戰損效果 有沒有我們剛剛點上去 你就會看到它有點比較深的層次出現 好我們稍微擦拭給大家看 然後跟我們以往的一些舊化方式是一樣的 就是要順一個方向去擦拭 好其實我們經過簡單的墨線以後 你發現前面經過一些刨頭的效果 再加上簡單的墨線 就有一些戰損的效果出現 好我們特別拿出之前小老師製作的這個科博文的範例 特別在腳部這邊的裝甲零件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這種先預製戰損的效果 那全部都是用這樣的刨頭去完成的 那我們再加上後面的厚度也上色啦 乾燒啦 舊化啊 陰影啊 洗字 那就可以達到更完美的舊化作品 那我們進入第二招 就是研磨 再來我們使用這一件鑽石刨頭 再來我們就用GK鍵來實測 因為有時候GK鍵上面的一些 研磨的方式它比較特別 它可能在曲面上面 用這個刨刀也非常方便 好我們先把多餘的注料口剪掉 手工和電動的差別喔 這電動比較俐落啊 速度比較快 所以一般玩家應該要先 一開始拿到先習慣一下 對 可是它就是曲線 所以你看像我們這樣 用它的刨頭去 帶這個線條會非常的順 好我們剛剛使用的這個鑽石刨頭 針對GK零件這種曲面的 湯口修整 用起來非常好用 虎鑽在挑選這個鑽石刨頭 它上面有一個45度的斜角 這個鑽石刨頭還有另外一個隱藏招式 我們現在就來實測看看 針對四驅車玩家有開發這種 碳纖維的零件 四驅車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比這個 靜忌與速度 所以任何一顆螺絲啊 它的高低的凹凸啊 都影響到它整體的老流 好它這次的角度可以特別針對 這一些碳纖維製造出來的 不管是煞車板或是電風椅 去做前端的細修 那你可以讓整個螺絲更平整 它們還有推出這種改裝套件的平頭螺絲 有看到它的前端是平頭的 原廠它附的螺絲頭是凸起來的 然後這是玻璃纖維的零件 非常的堅固 直接來囉 好我們鎖上平頭螺絲 完美耶 它就是平的 好這個是原廠附的螺絲 螺絲 好這個是原廠附的這個螺絲 那它當然就是凸起來的樣子 另外一側 就是我們還沒經過處理的 平頭螺絲 它一樣也是凸起來 中間這個我們就使用虎磚的鑽石刨頭 洗過以後 加工以後 它的平頭螺絲 就整個可以達到平整的狀態 好我們剛剛使用到刨頭 我們稍微更正一下 因為我們看了它的這個 單獨的包裝上面有寫它的正確名稱 它上面是寫合金鋼 就是用虎磚這次推出的這個產品 可以達到剛剛前面講到的這些效果 好為什麼我要講到四驅車的這個零組件 因為今年2020年的四驅車世界盃 即將在台灣舉辦 目前因為疫情的關係延到明年二月 希望大家可以順利完成 其實喬老師有一種想要來 剛跟大家共襄盛舉的這種熱情 好不好 我跟你講下面一定對人留言 說叫喬老師先把槍車牙控車組完對不對 好我都有聽到好不好 我先坐四驅車 好再來我們進行第三招 第三招就是直接來做這個GK打動的處理 因為有很多朋友會詢問 GK要如何打裝如何固定 我們使用到也是虎磚這次 附的這個撞尾的配件 它分別附的尺寸有 0.8、0.1、1.2、1.5到2mm 一共附了五個規格 這五個規格也算是最常用的尺寸啦 因為如果你要細分的話 它其實每隔0.1就會多一個規格 有別於一般的單支的撞尾 它是設計這種錐形的設計 它的這叫什麼磅聲 鑽餅是2.35mm 0.8跟1.0 這種比較細的撞尾會更加耐用 如果只有一整支是0.8的話 比較容易折斷 然後我們畫出它的定位點 中心點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接下來用的銅磅 大約是2mm 那我們就先裝最細的 手要拿穩喔 通常我們磚孔阿 要看它的尺寸 最後要表現的尺寸 假設如果是0.2mm或3mm 這種比較粗的 前面都是要用比較細的號數 依序的往上跳 千萬不要直接 比如說3mm直接上 這樣你定位會很難定位 我們把銅磅裝進去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定位 喔 OK 這樣 就完成了這條腿 OK GK打裝就這麼簡單 要記得從小號數一路依序到大的號數 那這一次虎磚 它基本配組的這個鑽頭阿 應該是夠大家使用 那如果不夠的話 我再叫它推出其他規格 再來我們進行第四個技巧 模型增高速 那喬老師拿到了這個 比較舊款的積木 很多人會想改造 讓它的比例再做調整 稍微的增高 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幫它穿上增高鞋墊 好 我們直接就使用 大腿延長增高的方法 基本上我們對這個大腿這邊 畫一條直線 這樣有直嗎 然後上下延長 延長差不多1mm到2mm 因為它比例就會有微妙的變化 其實有很多種切的方法 我們這次使用虎磚裡面附的這一塊 盤鋸片 江湖俗稱血滴紙 4mm 來喔 千萬不要在同一個點停留太久 因為它溫度會高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這邊 這些塑膠膠料都已經熱溶溶起來了 所以就是 一點一點慢慢的 去做切割的動作 直接把它吹下去了 直接把它吹下去了 再來我們進去打磨 然後我們就可以讓它再 欸 我們這樣子沒長高多少 浪費掉它1mm 然後再加它2mm 這樣子長高1mm 像你現在這樣 如果你要做縮短的話 這樣就縮短了 那就已經短1mm 那我們現在就膠板再接上去 那我們用膠板的厚度是1.2mm 所以我打算 接兩塊 距離上是切膠板 已經是 那個時候韓國人還是選總統 我們上科限改造課 第一個技巧啊 就是教大家怎麼把膠板切平 然後大家就 喔喔喔喔喔 那不是就很簡單嗎 那我們再使用這個模型膠水 不要用瞬間膠 要用模型膠水 因為它要有 溶解的作用 融合啊 我跟你講影片一定會有人問說 欸 超市為什麼膠板沒有斷掉 Match 我在影片上的表現有一半那麼白癡 都是 我們的 同事幫我弄出來 塑造出來的 白癡的現象 就這樣子 是不是就真高了 就跟原本的腿 欸幹好像差不多 那再加一層 我跟你講這種改造 小家康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都很隨性的 想什麼搞就怎麼搞好不好 蘸點頭腿是不是就真高了 那我們再進行研磨 好不好 想要看喬老師把這支吉姆改裝完成的 可以把贊助費匯到下面的戶頭 最後一個技巧 剛剛我們前面介紹的技巧 就是針對前置的修模跟改造 那我們接下來 就來介紹電鑽它如何做後續完成品 或是光澤處理的鏡面保養吧 我們可以針對塗裝的完成品也好 或者是我們收藏的一些鐵皮車輛 就是這種光澤的小車啦 或者是一些合金的光澤的完成品 我們都可以用 MAD推出的這個拋光啦 然後再加上 MAD的 研磨拋光海綿輪 那研磨拋光輪裡面 有分三個不同的系數 然後綠色是最粗的 然後黃色是中 黑色是最細的 那我們就使用 黑色的拋光頭 然後直接來做一個拋光的處理 把拋光頭換上去 旋轉的轉速過程會有溫度產生 那如果轉速過快或溫度過高的時候 會破壞你的漆面 所以我們使用虎磚的時候 把它的轉速開到最低 基本上就啟動一格就可以了 好我們先沾上少許的拋光啦 溫柔的塗抹在表面物體 把他死 好 而且還可以做清潔的動作 你看像這邊有一些這種 可能是零件上面的髒污 還可以把它清掉 就是我們現在啟動的轉速 算是最低的 那如果當我們力道過大的時候 像這樣 力道過大 它會自動停止 它不會破壞到漆面表面 好其實這樣的工具也可以針對你完成的 完成品 然後比如說陳列一陣子的時間 做保養的動作 我們剛剛使用這個虎磚的電動磚 它其實最方便的就是它使用USB 就可以供電 它可以直接使用行動電源 就可以直接操作了 這是最方便的地方 那再來它有分兩個不同的規格 一個是黑標的 它算是大拳套 就是電動磚的機身本身 然後旁邊這邊還有附上它的這些 虎磚它這次推出所有的 對應的工具套組 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這會是我的第二把電動磚 那我這些刨頭都有了 那它有推出一個這個 叫Light的版本 那它就是沒有多餘的 其他的這些配件 這次還有推出 所有的這些工具的刨頭 依照它不同的模型 你要表現不同的方式 它有不同的鑽頭可以去搭配 那它其實有單賣 就是剛剛我前面提到 如果你只買最輕裝版本 然後你只想選擇一兩款的鑽尾 鑽頭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買它這個散裝的套組 那其實它這個已經在市面上的模型店 都已經開始販售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影片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各大模型店 洽尋 以上就是喬老師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模型五招必殺技巧 大家感謝喬老師跟你分享 什麼樣不同的模型製作技巧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那記得追蹤喬斯IQFB 那我們的模型技巧介紹 下次見 麥 所以你全部都幾招 大概 七七四十九招 十八招 十八招 喬斯的模型包點裡面 沒有啦我九九招啦 九九招都很多了 OK 那我們下次見啦 麥